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再次來到 城市公司的工藝小教室 有沒有感覺隔很久啊 因為我們三個月才會更新一次喔 蛤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徽章背後的配件 還有鑰匙圈的配件 那我們就開始吧 徽章背後配件最常見的就是這種 一根針的 這種款式我們叫做刺碼釘 這是它的專有名詞 那刺碼釘上面又會加蓋三種不同的帽孔 就會去做選擇 第一種是蝴蝶帽最常見的 第二種 塑膠帽扣 第三種 平頭帽扣 好那我就分別做介紹囉 蝴蝶帽 市面上的徽章大多也是這種 它是像這樣子 有做很像蝴蝶翅膀的 所以它才叫蝴蝶帽 按壓這兩邊之後 正面這面洞才會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裝上 或是做取向這樣子 蝴蝶帽的好處是在於說 因為它是要按壓這兩邊之後 才有辦法取下或是裝上 所以 不會因為這樣子拉扯 它就掉下來 所以它比較 牢固 塑膠帽扣 顧名思義 它就是塑膠材質的 它就是一個洞 然後直接 裝上 要取下來是 直接用拔的 拔下來了 那塑膠帽扣的好處是 它是塑膠材質的比較軟 所以如果有人比較怕蝴蝶帽的背後 一直磨到或是刮到 它就會選擇 塑膠帽 PINNO帽扣就長得很像一頂帽子 那它安裝的話也沒有任何技巧 就是 動對著針直接按進去就可以了 那取下的時候呢 它這邊是有 兩截 這邊有兩截 拉著上面這一截 就這樣 另外可以看到這邊 有些徽章是做兩個 有些徽章是做一個 就是看徽章的大小 因為徽章如果比較大 像這樣 它如果只有一根針的話 那我們裝長取的時候 它就會一直轉來轉去 轉來轉去 因為 鏡頭徽章有一個重量嘛 所以 通常超過10公分 我們就會建議兩根針了 或甚至做到三根針有可能喔 別針 別針的話就是後面會裝 安全別針這樣子 可以扣住打開扣住打開的 這個安全別針 那別針的話也有 不同的款式 有需要的話都可以到我們 公司的官網 最上面那一排有一個 公益小知識 那公益小知識下面點進來有一個 金屬配件表 就會有不同的別針型號 甚至更多的 配件都會在那個 配件表裡面喔 另外也非常熱門的 就是我們的強食 那強食的好處跟特點就是 它很像是 赤馬丁或是別針一樣 是要刺穿衣服才有辦法安裝的 它就是靠著磁鐵的吸力 去做安裝 所以如果 有這項考量 就是比較不想要 衣服被刺一個洞 可以選擇做強食 那除了這一些比較常見的 配件之外呢 有其他的想法 你可以傳圖來詢問 像是這個 它是做貼夾的 一般我們證件夾 後面會看到的 那它就是 黏貼在金屬 會這樣後面 我們就可以依據客人的需求 去做 後面的配件 像這種 就是 沒有配件 它其實這種比較偏向 紀念幣的做法 它這邊是 不做配件 也都是可以的喔 這張配件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介紹鑰匙圈的配件 那鑰匙圈的配件更是588們 我這邊呢 沒有辦法把所有配件都展現給大家看 那我也是拿比較常見的配件來做說明 首先我們來看最常見的 就是我們大圈 就是一個圈圈 非常非常 基本的鑰匙圈 那跟大圈很像的 我們叫做 平骨大圈 其實就很像 只是平骨大圈 它比較平 比較寬一點 看起來會比較高級一點 大圈 平骨大圈 平骨大圈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我們俗稱叫做 月亮鉤 直接按壓扣上的鉤子 那月亮鉤可以搭配不同的連接方式 像這個 八字旋轉鉤 它就是一個斑喔 它可以 旋轉 這個的話呢 是 月亮鉤加4木裂 不明思議 還有 1 2 3 4 4個 這個 1 2 4 個 這個也是大圈 黑面色的大圈 這個是大圈加上 八字旋轉鉤 另外也很常見的 ATT5這種鉤子 很方便安裝的鉤子 加上 一般的大圈 這個也是 ATT5加一個小圈 加一個大圈 一般的大圈 這個 平骨大圈 加4木裂 4個洞的 上下各一個小圈 還有一個這個 它是用旋轉打開的方式 今天介紹差不多到這邊囉 小編這邊再次強調 今天介紹的鑰匙圈配件 絕對不是所有的鑰匙圈配件 如果你有在我們官網 或是FB相簿 都可以看到更多的成功案例 會有各式各樣的配件 或是你今天在網路上有看到 你很喜歡的配件樣式 都歡迎你截圖 提供給我們 我們可以做後續的協助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結束囉 謝謝大家的觀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分享這支影片給 所有對鑰匙圈 或是製作徽章 有興趣的朋友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